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揭秘 盧沙野 官運亨通 獲習刻意培養 穿透西方嚴厲制裁 密件報 俄公屋還能再成一年 拜登表示 若朝鮮對美籍盟友和攻擊 將至政權終結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之機 今天是4月27日 星期四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揭秘盧沙野 官運亨通 獲習刻意培養 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 27日在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指出 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是語言的行為藝術 以此而論 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要算是頂級的外交家了 4月21日 盧沙野在接受法國電視台LCI訪問時 發表了一番紅論 立刻引起了輿論矚目 吳國光表示 這位大使不是第一次成功搏眼球了 早在2008年3月 那時還是中國駐塞內加爾大使的盧沙野 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 宣稱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曾是最大的農奴主 在他治下的農奴制度 比歐洲中世紀時期實行的制度還要殘暴 2019年1月 已經升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的盧沙野 在渥太華的《國會山時報》上發表專欄文章 指責西方國家在華為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上表現的是白人優越感 在他出使巴黎之後 中共駐法國大使館 曾在2021年指名道姓的辱罵法國一位著名學者是小流氓 指因這位學者經常對中國問題發表評論 2022年8月 盧沙野告訴法國媒體 北京要在統一臺灣之後 對臺灣民眾進行再教育 作為政治學學者 我想告訴中文讀者 再教育在普世理解中就是洗腦的意思 所有這些言論 要麼極不適合外交官身份 要麼公然無視國際共識 堪稱沙野奇壇 或如網民所稱撒野怪論 當時也都引發國際輿論嘩然 乃至相關方面的抗議 也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外交所謂戰狼現象的關注與議論 盧沙野多次撒野卻官運亨通 對此吳國光表示分析 第一 事實上 盧沙野在中共外交官中絕不是一隻孤狼 也不是唯一一個一邊發表被認為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撒野言論 一邊一路高升的中共外交官 多的不說 現任中央外辦主任 前外交部長王毅 近年來戰狼姿態鮮明 結果得以在69歲高齡 被破例著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現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 在駐美大使任上也曾被擊為戰狼 隨後得到破格提升 成為當今中國最年輕的副國級領導人 這些高級外交官對於哪些東西更加有利於自己的患途前景很清楚 也更為在乎 一句話 中共外交戰狼的出現 並不是哪一個外交官的個體原因所造成的 因此不是偶發的 這其實是中共在一系列關於國際關係的大判斷下 所著意在外交界觸發的一種制度現象 第二 就政策論述而言 戰狼們那些常常不免荒唐的言論 如果不代表中共政府的立場 那是不是說中共當局已經沒有力量約束和控制自己的外交官了呢? 我想作為武斷的分析人士恐怕也不敢下這個結論 中共的控制機制之強 事無所疲 外交無小事 更是中共外交教父周恩來為中共外交官們定下的鐵的紀律 其實盧沙也應該算是中共駐外使節中 最為了解高層外交意向的人士之一 更是一位曾經在習近平身邊工作過的外交官員 就在當年在駐塞內加爾任上言論火爆之後 盧馬尚於2009年被提拔為外交部非洲司司長 在習近平上台之後更得到刻意培養 在武漢掛職副市長以增加歷練和資歷後 於2015年和2016年間擔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長 小組組長是誰?那就是習近平啊! 誰敢說曾任中央外辦政策研究局局長的盧大使說的話不符合中共外交政策 難不成你比人家局長還瞭解高層內情咯? 以上兩點其實還只是中共外交戰狼撒野的淺層次內在邏輯 至於另外兩點較深層次的邏輯 這裡篇幅所限 容我下回分解 對了 那時候我也會說一說為什麼習近平要為盧沙也收尾 穿透西方嚴厲制裁 密件報額公屋還能再撐一年 根據外洩的美國軍事文件 儘管前所未見的嚴厲制裁日益加重 俄羅斯仍可在資助烏克蘭戰爭至少一年 華盛頓郵報報導 先前沒有公布的文件 罕見的讓人一虧華府對自己祭出經濟制裁呈銷的了解 以及俄羅斯回應的基調 美國情報發現俄羅斯高官 機關於權貴屬下對制裁感到不安 正在適應這些措施 根據似乎是3月初的評估 俄國一些經濟精英可能不同意莫斯科入侵烏克蘭的做法 且西方祭出的制裁已經傷害到他們的事業 但他們不太可能撤回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 這份列為最高機密的評估報告寫道 莫斯科仰賴調高企業稅 主權財富基金 增加進口與企業適應力來協助減緩經濟壓力 這批文件是外流到Discord 遼丁市的大量機密之一 馬薩諸塞州空軍國民兵泰謝拉因為取得並傳輸機密文件遭到起訴 可能面臨15年有期徒刑 自俄羅斯去年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與盟國連番對於克里姆林宮有掛鉤的人員與企業祭出制裁 禁止企業與他們有生意往來 並實施出口管制等貿易措施 用意是為了讓俄羅斯經濟陷入困境並懲罰精英 外界的密件發現 那些精英可能會持續支持克里姆林宮在烏克蘭的目標 協助莫斯科規避制裁 這些制裁不只是為了衝擊俄羅斯經濟 還為了嚇阻 懲罰並傳遞信息 但專家說 制裁成效端賴比單一評估所能考量還要複雜的因素 理論上 俄羅斯可在資助俄乌戰爭一年 但外界的評估報告沒有探究可能影響俄羅斯作戰能力等其他因素 像是彈藥支出以及征募新兵的需求 拜登表示 若朝鮮對美籍盟友核攻擊將至政權終結 面對朝鮮日益增長的導彈庫和核武庫 美國週三 4月26日承諾跟韓國更深入分享和朝鮮有關的核計畫信息 同時 韓國也再次承諾不追求自己的核武器計畫 目前正值美韓結盟70週年 同時也是過去十多年來 韓國領導人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 美國總統拜登和韓國總統尹熙悅都藉此向朝鮮發出警告 美韓領導人週三在白宮就包括朝鮮 芯片和貿易以及烏克蘭戰爭等問題舉行了會談 在週三下午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 尹熙悅宣布 他和拜登依舊加強韓國的防禦措施以應對朝鮮威脅達成一致 尹熙悅說 兩國已同意在朝鮮發生核攻擊時立即進行雙方總統磋商 並承諾使用包括美國核武器在內的美韓聯盟的全部力量 迅速壓倒性和果斷地做出反應 拜登則再次重申 美國可以與朝鮮就其核計畫和導彈計畫進行外交談判 他同時希望通過加強對朝鮮延伸威懾執行力的方案 向美國盟友和夥伴展示美國的協防承諾 以及強調美國遏制朝鮮核行動的鐵定承諾 拜登警告說 朝鮮無論是對美國或美國盟友或夥伴的核攻擊 都是不可接受的 無論是哪個政權採取這種行動都會導致它的終結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俄羅斯對中共懷有戒心 普京大腦行蹤神秘 連秘書都不知道 綜合報導 六四領袖州封鎖 法輪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捷克對臺出售先進重炮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